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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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报馆是办不下去了 我想了想 只要不让撒爹失望 我们干点啥不行 不如我们开个武馆 看武馆 对啊 教人强身健体 练功习武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平安武馆 炒宝证那儿我已经报备了 可是我们哪儿有钱啊 我们这么穷 这刀枪剑戟从哪儿来啊 这买兵器的钱都没有吧 招生啊 报名费不就是钱吗 等武馆火了 说不定还能挣一大笔钱呢 仨定一看 这四个小子创业了 靠谱 我说句实话啊 就咱们这个武艺啊 有待涨进 那这么着急教学生的话 半瓶子水太晃了 大陆 你妄自菲薄 我反对 咱们这么年轻 干嘛摆大好的时光 全都放在创业上啊 平时一块儿玩 还是脱了邪叔父 爸 救命啊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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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 没有交错 走 走 是努力奋斗 开武馆仅仅是第一堂 接下来 我们要建立富贵派 富贵派 我们四个 全是掌门 四个掌门 就咱们这四块料 不危害武林就不错了 我们不仅不会危害武林 还会为武林匡扶正义 我相信 未来 我们会像少林派一样 在武林之中 一历千年不到 一千年以后 我们的事业依然存在 所有习武的少年 都把我们当作偶像 是 我们的名字 就会像历史上的 先贤圣人一样 没错 成为众人 顶礼膜拜的英雄 但是这一切 都要从一个小小的武馆开始 大陆 你拳法不错 教人练拳 没问题 燕七 你剑法不错 教人练剑 太好了 小林 你扇子使得好 教人广场舞 凭什么我教广场舞 那都是老娘们干的事 这大爷大妈的健康问题 总要解决啊 对对 我们一起管 我帮助 建立武馆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这个简直又幼稚里了 太好了 这武馆工作群龙无首不醒 既然我是庄主 这馆长之位 我就自聚了 当仍不当 接下来我要行事我的工作 批评批评你们 小林啊 你这成天贪玩耗耍 对对对 我贪玩耗耍虚度光阴 妈宝公子哥儿一埋 我在吃喝玩乐面前 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 大陆 你这多管闲事 没错 一有闲事可管 天王老子都拦不住我 活脱到一个坛 不是吗 燕七 你这查案上瘾这 对对对 我查案上瘾 我就跟有病一样的 我今从无中生有 林小师大 不过你呢 这王总是 是 王总是 人家自我批评 你也别批评 还打自己批评 有什么 有什么 王 错了 错了 不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发誓 从此以后 我和吃喝玩乐绝缘 我重新做人 我喜新隔壁 我发誓 办案期间 不不不 招生期间 我绝不疑神疑鬼 整天都想着破案 就好像全世界 就我自己行一样 我发誓以后 不管闲事 多管正事 以后绝不没事 找事 试了吧唧的 我试不试 好 说话要算话哦 言必行 行必果 一言即出 司马难住 如果违背诺言 是要接受惩罚的 怎么办 给我捏脚 接下来工作就是招生 招生简章 我已经印好了 你们拿去分发 无论如何 在今晚之前 一定要给我招到 几个学生 否则 怎么办 捏脚自豪 他们都忙活起来了 我也该忙活忙活 一个荣仙 说 就能咱们三个 玉树林峰 武功高强 稍微施展几招 一定就能招惹你 年纪轻轻要齐早 习武强身 救治好 体育物馆要开张 我们教你学拳脚 看看我这皮肤干的 最近一个客人都不来 倒是乐得清闲 都怪红娘子管理不善 我要是这老板 一室全换新人 你们小点声吧 没见红娘子 这两天摔跌杂文的 脸都拉这么长了 谁脸长 谁脸长 你们一个个的 整天除了可挂子 就扯闲票 有一个干正经事的吗 合着教坊生意不好 赔的不是你们的钱 书娥 雷翁 这么胖了 还吃 您没什么事练领功 减减肥成吗 好好 春香 成天照照照 照什么呀 你在教坊里头 要来要去 要个什么劲啊 有本事到外边要去啊 给姐姐招了几个客人来呀 永浅 成天那点心思 全聊八卦了 就不能放在 姐姐的教坊事业事 我告诉你们啊 我现在就要去梧桐诊召新人 我要是回来 你们还没有拉进来一个客人 就都给我卷破块卷 回家 回家 哼 我钱包呢 我钱包哪儿去了 钱带别偷了来呀 你抓谁呀 哪儿去了 怎么了 我钱包丢了 你说我一个外甲 一生地不熟了 你又要我怎么办呀我 你好好找找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烂了 就我刚才 我刚才从人群走过来的时候 就一个人把他装过了一下的 我装过一些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哪儿了呀 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他长得真没素颜的 在我平安镇的地界上 竟然还会有这种 鸡鸣狗盗的事 你走 带我认人去 好 坐 言情 不会什么样我去陪他啊 言情 不是 言情 完了 没想到第一个被勋死的是 言情 言情 林公子 作为大侠子弟 本来做坏把样啊 我 我怎么 开吴寡是好似 但是要报败 我们馆长说已经报败过了 报败过就好 但是要缴费啊 你们就是想让我交钱呗 你们但凡要是不想让别人耻笑 也不会站在这儿管我要钱 从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啊 你耽住 你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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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多年的办案经理 小猫贼很少有单打独斗 他们之所以敢肆意妄卫 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团队 不过算他们倒霉碰上了我 我的梦想 就是让平安者可以夜不闭火 物不失忆 我钱不是走着了 嘿 我钱不是走着了 我走着了 那我说你这人怎么犀利糊涂的 对不起啊 大乔 对不起啊 再见 再见啊 恢无话普 还不对啊 这个人有问题 他的背景 他的经历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还帮安静 你给我站住 减轻 给我回来 干什么呀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理想是当您足了时吗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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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 我忘了怎么办呀 放心 兄弟 这个事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我会保密的 大陆 这个有案不能查 我真的是好郁闷啊 是 路见不凭不让我管 我也贼难受 上 我不是要死了吗 我不是要死了吗 我快点死了 我快点死了 我们去死了 我找一个人 在这儿吗 我找一个人 在这儿吗 我找一个人 我找一个人 最好人 我找一个人 最好人 的 2 2 2 3 4 4 5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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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10 9 10 8 9 10 7 8 4 15 10 10 9 我们要不想我 不想我今天 我给你了 不想我今天 我会死的 你们这折腾一天 有什么收获呀 诅咒发誓说要改毛病 改了吗 你要是跟你说说 这我就死给你看 你放心 我绝不失言 嘀嘀咕什么呢 我们都做得很好 对 我一直监督他们来着 他们也做得很好 对 你好我好 大家好 都做得很好 那你看看这是谁 董哥 算你狠 顺民 脱鞋吧 等一下 我要招的学员呢 学员我给你们带来了 四个帅哥 六个脑雷 你们可别跟玉玲瓏是吧 这 众哥 学员 这 这哪是学武的呀 这 这明明就是学武的呀 这 众哥 你跟红娘子你们俩还能五分成 多好啊 是吧 欢迎学员 欢迎学员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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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 我这跟姐姐 刚从巫童镇招回来的 十个舞者 这出去买个胭脂的功夫 就被你们给截到这儿来了 这姐姐当时怪罪下来 我找谁说旅去 小草啊 这个事情呢 就我跟红烟私底下解决了 现在你就听我呢 把这些学员们 安排到后院 客房住下 去 那 那就听姑爷的吧 你们几个 跟我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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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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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学员呢 勉强算是招上了 咋还勉强呢 招就招上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教练 上次开会不是定了吗 我教权 我教权 我教大妈妈玩体善 我要的是总教练 我呀 啥意思啊 那啥意思啊 开务官选教练 为什么不教练我 你很合适 但是 这些学员不行 太笨 你一生气就打 一生气就打 这十个学员哪够你打呀 你怎么还不能打了 当教练还不能打了 老辈说得好 严师出高途 不打不成气 打是亲 骂是爱 不打不骂 会变坏 棍棒底下出孝子 捆棒才能成夫妻 不是 玲瓏 我们这儿聊正经事呢 你怎么还玩上俏皮话呢 姑奶奶就问一句 能不能打 不能 不能 没劲 这个总教练非我莫属啊 那啥意思啊 我龙瓦塌了 喝水来 你当有空气啊 什么叫非你莫属 你跟我商量了吗 严谨兄弟啊 对不起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个事上来说 你确实没有什么竞争力 邓哥 不带我 不是我想看你啊 你的武功 无门无害 毫无章法 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 还想开山立派教学生 你就不怕教出一群二把刀来啊 但是你看看你这个小样 嬉皮嫩肉的 没有男儿气 严谨 她说得对 你何苦为难自己呢 这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 你看我都不信得知道吗 立刻 我告诉你们 本来我刚刚还在犹豫说 要不要当这个总教练 但是你们这么一说 七爷爷我当定了 邓哥 做决定吧 人家 我不当了 不当了 让着你 不给你争了 让着你 你坐下 什么叫做你让着我 我用你让着我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比 谁强谁上 我不给你比 那就是你认怂 对 我就怂 不行 你是不是男人 我当然是男人 是男人 你就跟我比 比 很好 一共三场比试 三局两胜 看白戏 哦耶 就这么着 洗洗洗 那么不容易 City的衣服 哎 怎么了 那些新生母领的 一直在那儿转啊 这个总教练 我不是不能当 但是我不想得到远期 这大丈夫一言计出 司马难追 严比兴行毕国 可是你的口头茶 我现在就想让他等 等吧 好办啊 对于艳七这种 自尊性迹象 但是实力不济的 选手来说 你修甲箱 输给他就行了 你放心 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会支持他反对你 可以 疼着 你刚才下手也中 你下手也中 不是 你别老振 这一会儿 你中个个啥 你闹着玩呢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平安舞馆 总教练选拔赛 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先生夺人 谁更强 有请二位选手 从各自的角度 阐述一下 我为什么要教人习武 烟少侠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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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 乃武功天下第一 男公丑之子 也是我 下二代有永远感 拼得也了不起啊 就是啊 这有什么意思啊 你先听他说 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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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说 你为啥要教人 练武功都中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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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 教人武功呢 那是因为 立长 怎么了呀 说呀 说呀 立长 我有这个能力 谢谢大家 对 对 严谦 说得好 我支持你 来来来 跟我讲出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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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 郭少侠 大家好 我叫郭大璐 草根出身 流浪江湖 经常恶度 无心练武 无门无派 没有正经师傅 爱咋咋地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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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容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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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当这个 总教练呢 为啥啊 为啥啊 我就是生活压力太大了 想收几个学生 平常训练的时候呢 欺负欺负他们 放松一下自己 要是实在不堪调教的话 我就打你们 朝死里打 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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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话 应该是什么 不是 你们可能没理解 我意思啊 我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 我教人习武目的不纯 我就是想挣你们的钱 然后自己买房买车 娶媳妇 你好像我都偶像王大锤啊 对 王大锤 大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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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郭大璐 不是王大锤 你拉倒吧 我们都知道 你想通过这角色转型的 是不是 对 对 就你 大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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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朋友们会想赢吗 大锤 我是不想赢啊 我没想到会这样 你告诉他们啊 大锤 告诉他们想赢 说你郭大锤不想赢 大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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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郭大锤不想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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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王大锤不想赢 好 好 好 不是 那个我叫他们了 我叫他们了 不对 我叫他们了 好 好 我郭大王不想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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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郭大王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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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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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赢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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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赢铁加油 郭大锤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是价值剑 燕齐兄弟 我不想你哦 各位观众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 江湖剑文大比拼 目的就是考察二位选手的 江湖剑事 大伦 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钱都十完你肯定赢啊 是啊 这不是给我送分吗 燕琪肯定输 我反对 能不能换个项目 为什么 因为明摆着我 见识比较少 我肯定输 你想什么呢 郭大陆 现在都已经开赛了 你想着换题目 管长 主持公道 绝不改题 请二位听好了 答对一题加一分 答错一题给对方加一分 此轮是必答题 请郭大陆做答 二十年前绝世高手独孤红 为什么突然从江湖上消失了 请回答 因为独孤沉迷于武学 无暇顾及其他 所以他不好吃饭 得了很严重的胃病 他都快饿死了 哪有劲打架 不知道 不说八道呢 不知道 你应该倒是啥 错 独孤红是因为走火入魔 与武功 所以才从江湖上消失了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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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是假的 他隐居的村子就是我老家 我们是邻居可熟了 后来他死了 我是在整理他留给我的书信和遗物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就是一代大侠独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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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慧超级密探调查显示 让独孤红突然消失的罪魁祸首事 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 不是 说他走火入魔的 这不神经病吗 郭大陆 押一分 下面请听第二题 由晏七作答 两年前 扬州巡抚在只有他 一个人的密室当中 被人大蟹八块 凶手一直查不出来 被怀疑的对象 一直说是他的小妾 或者厨子 或者是保镖 请问 真正的凶手是谁 请晏七作答 凶手是他自己 他是自杀的 自杀 大蟹八块 看你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自己把自己砍了 你这是文明常识啊 什么价还打起来 他就是自杀 袁琪 你不要自暴自弃 你认真答题行不行 你这是啥子咱们来 请听正确答案 扬州巡抚死于 自杀 怎么可能啊 你好好说 不对啊 自杀 不可能 大蟹八块跟密室里 怎么操作啊 根据白老汇 特级密探调查显示 扬州巡抚 根本就不是在自己的 密室里自杀的 而是他在别处自杀 由他的保镖 将他大蟹八块之后 放入了密室之中 而保镖自己 藏在了密室的暗处 当巡抚的遗体被发现后 众人冲进了密室 保镖利用众人 专注于巡抚大人时 混入了人群中 他跟着大家一起 离开了密室 是呀 是呀 不是 为什么要这么大 非洲者啊 扬州巡抚 可是个肥差啊 有人盯上他这个职位 罗列他的罪名 想将他满门抄斩 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 所以选择自杀 同时为了让日后 能够翻案 才把案情弄得 如此地突朔迷离 原来是这样 难道你不是这么推测的 我是这样想的 之前不是说怀疑小妾吗 那肯定就是说明了 小妾和她身边的人油染 被她发现了 所以她就羞愤自杀而死 搞了霸天理事摸的 你怎么不行 我得给她扣粉啊 你给她扣粉啊 你怎么不行啊 那燕妻结果还对了 对了对不对了 给钱还对 郭大陆 你叫你送我人情啊 无论如何 燕妻算是答对了 加一分 好 好 好 现在进入第三题 请听题 江湖中杀人最多的毒药是什么 这个我可能是 请回答 我没想答 他自己飞到罗上呢 罗响了吧 罗响了你就要回答 不能耍赖 回答 对对对 回答 回答 对 这就回答 行了 有一种毒 一旦沾上 半个时辰便会皮肉绽开 肖骨为水 当年此毒被阴损帮得到 出版名江湖高手 为此毒所害 他的名字叫 蹊跷化孤三 郭大璐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 明明知道还装不知道 你会是谁呢你 我 我没装知道 我 错 给晏七加一分 错 不可能 虽然我们不想赢晏七啊 但是我这个题的答案 绝对不会错 答案如下 在江湖中 杀人最多的毒药是 现在插播一段广告 什么 再见 再见 大比分是一比一 接下来将进入决胜局比赛 决胜局是武功对决 狭路相逢勇者胜 谁赢谁势 总教练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见 认评 行了 大陆别愣神了 这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这就叫鬼使神差 老天爷让你当 你不想当都不行 你知道我这个人 比起武类要是红了眼 根本不可能让着眼镜 这好办啊 王栋说了 一会儿你们在外边 要进行一次散开案 我给你动点手脚 你想逮人眼前的 这代价 就是你得受点罪 你动啥手脚 这就是传说中的脱臼 我觉得我还能打过烟气 打 郭大陆 我说今天比赛的时候 怎么那么不对劲呢 原来你变着番地让着我 你这不是摆明羞辱我吗 那个 那个 你们俩先聊啊 我出去打电 林大明 林大明 那 燕姬啊 疼了 活该 我不想羞辱你 我就是觉得吧 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要是不开心的话 我就是当了总教练 我也开心出起来 大一次 平心而论 我的确觉得你比我更加适合 当这个总教练 那呢 我 我 我爸出身卑微 什么背景也没有 要不是我师父一直想让我出身头弟 我根本不跟你争了 你师父 我 我师父是一个怪侠 救我这么一个徒弟 别人都不信他那一套 他也只能靠我把他的江湖理念发扬光大 但是他从不指望我 开山力派光药师们 他说我只要当个武术教练 能收一两个徒弟 他就死而无憾了 那你是不是觉得 你让你师父失望了 我估计是吧 你说我儿子真是有个把徒弟 带他们到师父分店去的两句 他能听见吗 我 早知道这样我干吗跟你争了 你当吧 你当吧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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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吧 武功确实是没什么绽放 要是把人叫得走火入魔了 我师父非从坟里跳出来 说无人子弟 大陆 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这个人为人热情 如果你招了徒弟的话 一定会亲能相受的 所以你最适合当这个总教练 你又别谦虚了 你多仔细 你徒弟进步肯定快 你是最好的总教练啊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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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呢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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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有点不识抬举啊 我看你有点不知好歹 你说我不识好歹 你找死吧 郭大陆 哎呀 你这小个 让着你 瞪鼻子上脸 郭大陆啊 你找死 你怎么不还手啊 我手能动吗 我替你接上 不用不用 我已经适应了 嗯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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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静 不用 谢谢啊 你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 准备好了吗 准备啥呀 看招 哈哈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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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体教材 顺便学习一下啊 哎 哎呦 哎呦 哎 哎 哎别走啊 哎 哎 我让你小命不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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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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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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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我 这 晏青 你是疯了吗 王馆长 你的武馆披下来了 什么时候开张啊 我们要整一台 王冬杀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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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瞬间全部跑光 赶紧想想办法 武馆必须开张 否则仨爹一定会笑话咱们 笨蛋一螺框 哎呀们 我们来了 怎么说来就来 谁也记不住 干什么玩意儿啊 我说你们这些凶孩子 不靠谱 不生心呢 我说你们几个个真是的 要知道 我们这党器拍得很满的 一大点事都解决不了 还得我们三个亲自出面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长大谁呢 告诉我一下子 你说你俩当别的 孩子有困难 绑枕一下嘛 这不开会吗 那抓紧开始 来保姆园 长 那个 我邀请三位长老过来开会呢 主要是因为三位长老 都是德高望重的大人 一呼百应 对武馆的招生有帮助 但是你们来晚了 我们会已经开完了 放会 回来 对对对 坐好 没诡谴 骗人不好啊 这不还没开始呢吗 别生气啊 长老大 大臣 会议开始 汪馆长 关于武馆招生 大家畅所欲言 对于办学理念 教学思路 可以一条条陈述出来 给仨天 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坑壁上 这说了半天 一条口腹里都没有啊 爸 你让他先说完了呀 说吧 那就是浪费时间 老忘了你说 咱俩口 武馆为什么找不来胜 为什么呢 主要是缺乏名人效应啊 走 对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们这几个 一 没有正规的学历文凭 好好瞒 二 没有支撑认证书 没错 三 没有荣誉证书 拿上哪儿眼前 人家怎么找你们学武啊 没错 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所以我宣布 武馆倒闭了 我立正做好说啥呢 长老啊 求求你们了 救救武馆吧 这不行了 你瞧瞧你们几个凶孩子 动不动就要使用我们长辈 打下来的一点许名 给自己脸上贴近 太使用了 你们这样做 要不得 要不得 先着要是先着 你就绑绑凶凶孩子们吧 好 那就让几个孩子们 感受一下我们 一胡百一的号召力吧 每天行的屋里马里的 你怎么算找到机会 可以做点事情了 夏琪 你很顽皮呀 你懂得啥呢 不是啊 不是啊 这个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的会召开 咱们呢就先拜拜了 这就算不当了 你说 你们 她这修也太过量了 不省心 我呀 不省心 你呀 你怎么这说 谢谢各位长了 我们就先长大 还能干点儿烧 就靠听他 慢走啊 小军 脚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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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 多大岁数了 得学会尊重长辈 一代江湖大侠 忽然变成闲人 退休生活 那是很无聊的 是吧 平常没事就到街上 跟人唠嗑 聚聚不离自己的身份 和明昊 你们也知道啊 就咱们正常那些 江湖归隐的认识 躲鸡贼 他就认识三长老 他也说不认识 还有那些平同老百姓 他们既不认识 也没兴趣 所以你就找他们代言 这样他们就不会 到处秀明昊 找人打击了 是吧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 让他们更受打击的方法 不是 不是 我爸不能受打击 他如果受了打击 就会崩溃狂悟 他不是 我劝你现在 赶紧去找他们 把这个方案给撤出来啊 人家刚走 你又把人找回来呢 都打人俩 不合理 必须没有 Treffer 我们下集中下集 这一集给我们下集中 到大雅下集中 家里面 呢 再集中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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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